好 叔叔阿姨 咱们到这边来 你就站这儿吧 就这里啊 就这儿 稍等一下 都这么老了 还找婚纱照啊 你看 来都来了嘛 你晓得吧 我这一辈子 连做梦都想找找婚纱相 好的好的好的 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 天气多好 你就照吧 好好 好 叔叔阿姨 你准备好了吗 好嘞好嘞 阿姨您再往前一点 对 往前一点 叔叔您开心点 好 叔叔稍等 您再笑一下 再来一张 对 这毕大姐挺上相啊 不敢张嘴 想挡着她那一个门牙 想挡着她那一个门牙 妈这么晚了 你还没休息啊 你什么事儿 有有点事儿 我想让你明天呢 陪我去见个人 什么人啊 就是我们过去学校的一个老同事 妈不行啊 明天我得上班啊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周末陪你去可不可以 哎呀 周末不行太晚了 就明天吧好不好 妈 我爸 一直是全勤 我不太想请假 另外 你儿子也是先进工作者 哎呀 这件事儿很重要 啊 这件事儿不能拖了 你你明天一定请个假 陪妈去一趟好不好 好 那那那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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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 那明天见 妈什么事儿啊 哦 她说让我明天陪她去见一个 什么老邻居 哎 福音啊 也挺不了多长时间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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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真悯啊 看着跟头像 高老师 还有是 是 我是文英 文英啊 这 这 这苏可叫高老师啊 高老师 都这么大了 来 你们怎么吵到这儿了 来来来 快快坐快坐 快坐 快坐 这腿怎么了这是 这岁数一大呀 家里天出去不留神哪 摔蛇了 现在好了没事了 好了 没事了没事了 可得当心 这老年人哪 就是得补钙 一缺钙呀 摔一跤腿就蛇 可不是吧 老了 鼓得疏松了 是是疏松疏 你可真是不好找 你怎么搬到这儿了 这儿来了 这是孩子买的房 说呢 以后啊 能升职 可买了呢 又不住 我觉得扔里是扔的 四处大了 腿点不利索 我呢 就搬这儿住来了 好 挺好 老人哪就是得接地气 小院多好 晒晒太阳 老大 想起来了吗 高老师 下面想起来了 是不是 当时咱们学校 就是你爸爸跟高老师 两个体育老师啊 两个人都是大高个儿啊 当时啊 关系可好了 他们俩人 高老师还来咱们家喝过酒呢 是不是 哎 我呀 这越老啊 越会老想起来从前的事儿 我就经常想起来我们浩然走的那天 哎 当时那么多人捞啊 捞你爸爸 就捞不着 眼瞅着天黑了 大伙说 算了 啊 放弃吧 就高老师说 你们走吧 啊 我接着找 没事 然后您记着吗 我当时 坐在那河边上 您离我可远可远了 在那找 突然就喊我文英 在这儿呢 要不 你爸爸连个骨灰都留不下了 可惜啊 就是走得太早了 我还记得高老师您可细心了 我们浩然啊 喜欢看排球 平时也喜欢打排球 啊 遗体告别那天 正赶上 中国队 日本 女排 决赛 高老师就从家里头拿个半导体 搁到你爸爸那骨灰盒边上 给你爸爸听现场直播 是不是呢 文英啊 这么多年了 还记得那么清楚 是日子过得快啊 那什么 外边风大 咱们屋里喝点水 不不 不进去了 就来看看您 就放心了 今天我们还有别的事 孩子们都大了 带着我大儿子 带着我大儿子 来跟你道个谢 那会儿也没好好谢谢您 老大说谢谢高老师说 说呀 说谢谢高老师 至于我们要新来的日子 对 也不吃 吃不吃 我也不吃 不吃 吧 我肯定有心 是 年轻的时候多帅呀 在那操场上就看她了 好家伙 年轻的女老师 谁都愿意跟她平 现在呢 白毛老头一个 妈 你刚才说有事 你还有什么事啊 待会儿你给我拐个弯 我想上学校去一趟 去学校干什么 你不是请假了吗 今天没别的事吗 那你就陪我去一趟就完了呗 你这操场现在多漂亮 还都空上草坪呢你说 过去全都是土地 每天你放学就在这踢足球 记不记得 记得 天天回家 两个膝盖都是土 买双新球鞋 没多少日子就破了 我记得有一天 天都黑了 我说你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呀 等他吃饭呢 我就到这操场上来找你 一看你就蹲在那远处 就你一个人 我过去我说干嘛呢 老大你怎么不回家呀 你也不抬头 我说你抬起头来 怎么回事啊 你一抬脸我就看见 顺着这 耳朵这儿都是血呀 跟同学打架了 不敢回家 多快呀 你瞧瞧这一代一代的 现在你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呢 妈 这儿我挺娘的 我带你到教学楼里边转着 不去 退休这么些年了 人家都不认识了 别给人家添乱 妈 你怎么就是突然想起 带我去见高老师呢 我不光今天带你见了高老师 我前几天还带了兰兰去见了关阿姨 记得吗 小时候老帮你们补衣服 兰兰兰还去见了潘大爷 这些都是曾经 帮助过妈妈的人 都是对咱们家有恩的人 我得带你们 去说声谢谢 因为妈妈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什么叫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呀 你这身体好好的 咱不受不吉利的话行吗 老大 有件挺重要的事 妈妈今天要告诉你 因为你是长子 你应该先知道 等到下回咱们家再聚会的时候 你再跟弟弟妹妹们说 什么事你说的吗 恐怕 你们得给妈妈准备后事了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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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帮助快 cô 我今天才明白 妈 为什么让我去 给小妹妹操办婚礼 为什么让我劝大妹妹 早日复婚 为什么 把咱们家原来一个月一次的聚会 赶上一个星期去一次 而且三番五次地强调 一个星期去一次 她的时间不多了 她想悄悄地把这些事情都办完 一个人紧紧地走 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我记得 我曾经跟你说过 我觉得妈的言行有点失常 可我怎么 就是没往那方面去想 妈的时间不多了 她给咱们这个家 就是你太多 太多 回来了 怎么了 这是 没事 没事 总是没有 这不见了 没有 这人都到齐了 大哥 要跟我们说什么事啊 妈呢 对呀 妈上哪儿去了 这 你这也不知声 你这找我们到底什么事这是 以前啊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挺孝顺的儿子 今天我才发现 我当得非常不称职 我当得非常不称职 很失败 大哥 你这 你这都什么表情啊 这 这 这怎么了这是 大嫂 我大哥这怎么了这是 听吧 但为发点好吃好喝的 我总是想着忙 每次家庭聚会尽量不落下 时不时的挖给塞点零花钱 今天要不是妈亲口说 我们谁都不知道 都以为她挺好的 不是 不是 妈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你这 妈到底跟你说什么了呀 你的说呀 怎么回事啊 出什么事了 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我怎么我不问问她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我这个儿子失智 我失败 你真正常着想说 灭 我温元 干什么呀 干什么你们不许哭 听见没有 不许哭 起来 哎呀 起来 哭什么哭啊 不许哭 过来 起来 进屋来走 不许这样 干什么你们 我自从知道这个病 我一天到晚就在设想着 告诉你们之后 你们的表现 你们现在的表现 就是坠落俗套的表现 能不能给我点意外呀 让我觉得你们特别 与众不同 不许哭了啊 生老病死那是自然规律 老年人要是都不离开 这地球不得大爆炸呀 你们说 是不是 对不对 你说 你拖子们就不告诉我们 是不是想惩罚我们呀 我 妈妈哪忍心惩罚你们呀 宝贝呀 妈妈就是不愿意 搅扰你们啊 打乱你们的生活轨迹 你 改变不了的现实了 妈妈想让你们 晚难过一天啊 不想看你们这样哭 懂了吗 懂不懂 不哭啊 宝贝啊 都给我把眼泪擦干了 妈妈 如释重负啊 我给你们说了 看看 都知道了 妈妈就如释重负了 好了 好了 大劲先我搬过来住 好 好 我欢迎 妈 我也搬过来住 欢迎 我也过来 你也过来住 好 妈 我也过来 你本来就在这儿住 你也过来 我这胖儿子 好 你们都过来住 像小时候似的 咱们大家在一块儿 你们还得亲热起来 你们得团结 相亲相爱 妈妈就能平静地走 妈妈就放心了 知道吗 真乖 好 好 好 猜我干嘛去了 您娘 您娘 弄得还挺卡通的 您 您 干嘛去了 猜猜 不知道 妈妈骑摩托车去了 奶奶 你可别骑摩托车了 为什么呀 危险 奶奶现在最不怕危险了 奶奶 不哭 好孩子 不哭 乖 乖 不哭 不哭 停 都给我停 不许哭了 不许哭啊 爸 再哭奶奶该哭了 不哭 同志 搬手去 离婚 过来吧 我给你搬 搬不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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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搬 搬 搬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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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あ 小哥 喝点水吧 你们家的事我都听说了 你看用不用对李出面帮你做点什么 不用了 要不这样 你把你攒的家都修了吗 行 那队长 那如果队里最近不太忙 那我真的休息几天 我想回去陪陪我妈 随时休 行 那谢谢你 队长 不客气 我先把你帮扶着 我先把你帮助 那我还是在家里面 我先把你帮我帮忙 我先把你帮忙 姐 你 你别太着急了啊 其实我有一同学 他继父就是肿瘤医院医生 医术可好了 要不然我回头 已经来不及了 你别伤心啊 你看 其实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 真的 这牛奶已经给你热过了 这有面包圈 这有芝士蛋糕 还有巧克力蛋糕 我都跟你说了 你不用去买 不用去买 你非去 你买它干嘛呀 都高糖高热量 我怎么吃啊 我是孕妇 我容易得认身糖尿病的 你知不知道 文桃你就这样 我真没法说你 从来不管别人需不需求 你就给别人 总是勉强别 喝苦了你说 这 这些都 都是无糖的 我看你一天没吃饭了 你还是先吃一点吧 对不起啊 没事 我的好话 都对观众说完了 都在节目里说完了 越是离我最近的人 亲人 朋友 我就越没有好话 我现在明白我妈了 那时候 那么反对我和梁东京 都后来又 那么痛快地答应了 后来帮我去相亲找对象 再后来 让我哥哥姐姐照顾我 照顾我和孩子 我自认为 我做这几年节目 我能很敏锐地观察人 了解别人 我就不要请我妈 你先别自责了 还是想想补救的办法吧 怎么补救 找个人结婚啊 跟谁结婚 跟你结婚 不是不是 苏妍 我真没这意思 苏妍 我是说你要结婚的话 一定是因为跟那人相爱了 这事不能凑合 无论到什么时候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我要送我妈一个礼物 对啊 一份 一份最真心的礼物 小三 别捶了 前一段我就觉得妈有点奇怪 好像是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跟你说了你还不信 行了行了行了你闭嘴吧 这个时候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这不是马虎泡吗 你怎么早不说啊 我说来着你没当回事 我说来着我 大嫂 别跟我大哥争了 这时候了 别争了 其实妈这事啊 我应该是最早发现 我在妈这住的时间最长 我前两天擦桌子 在她那小抽屉里头 还发现一小药壳 我还打开看了看 我都没多想一层 今儿几号了 快六号了吧 我生日快到了 什么意思啊 想什么呢 都什么日子口了 还想过生日是吗 小四 我跟你讲 你这孩子有时候 就是特没眼力见 不懂事儿的 行了吧你 把队拿来 我觉得吧 妈肯定不希望看你们 这样愁眉苦脸的 这生日我觉得我应该过 这生日我觉得我应该过 你应该过 不行 要不然我去问问妈去吧 你去问吧 妈 妈 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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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日快到了 我想过生日 行吗 妈同意了 写完了啊 来 我们检查检查 写的都对 儿子 我说咱这字得好好练练了 写得太难看了 这字是人的脸面 你知道吗 嗯 行 玩去 好 来 喂 来 喂 来 来 怎么样啊 啊 没事儿 大俊怎么样 马俊主有我呢 你放心啊 我们都挺好的 他爸就老问我 老打听你 怎么着怎么着 你先别多跟他说什么 我这两天抽空回去一趟 好 就这样 姐 咱吃什么呀 我好做去 你看着弄吧 对了 我昨天买那菜 不是还没做呢吗 把那做了吧 行 得了得了 要不然一会儿我弄吧 你歇着吧 还是我去吧 回来了 来来来 快坐着歇会儿歇会儿 累坏了吧 儿子 儿子 你妈回来了啊 儿子 你妈回来了 妈 你怎么才回来 你都走好几天了 饱了病好点了没有 行行行 看你妈歇会儿 你都不能管的 我都好几天没见妈了 妈歇会儿 你看你妈多累 走 走 走走 我妈待会儿 去不去不去 苦里玩的 苦里玩的 好 好 不去 没吃饭呢 爸 饿了吧 我 我给你倒杯水啊 得了 甭管我了 你去 去送饭去吧 那烫 那饭一会儿就得 妈 你干嘛到这儿来呀 你进屋歇着呗 没事 我看看你干嘛呢 这儿 我炒几个菜 那不西兰花还有韭菜 我再动个肉 这刚九点 太早了 坐会儿 坐会儿 咱俩说说话 妈 我给你倒点水啊 好 倒点热水 有点热 晾凉了再喝 好 多了 拿不动 我知道 每回聚会我做的那一桌子菜 都不好吃 没有 挺爱吃的 爱吃能 出了门找个饭馆再着火几口 谁告诉你的 小曼 小曼她胡说八道 那天真是特别巧 那天苏可呀 就非得要吃辣的 正好我们出门就碰见门口有一麻辣香锅 我们说那就去尝一口 就那么一次 我们都爱吃你做的 做菜呀 也得要聪明 现在老了都傻了 手脚都笨 不准了 买药 现在这菜的品种多多呀 你看这西兰花 哪年才有啊 我记得 苏可小时候 就特别爱吃我做的一道菜 什么菜呀 叫塞螃蟹 没有 她没跟我说过 咱们家那个时候就能吃上螃蟹呀 不是真螃蟹 是拿鸡蛋 咱们 搁一点肉末 放大量的姜末 最后放醋 扒拉扒拉吃着 有螃蟹 有螃蟹味的 假的 那会儿给他们做 逢年过节 我就给炒一大盘 哎 每回 苏可吃完了 她吃最快呀 她吃完了 她就 坐那看着弟弟妹妹吃 我说你怎么不走啊 吃完了 她说妈我等着 我以为等什么呢 等着弟弟妹妹们吃完了 她就去填盘子去 我说你瞧这孩子 这没出息 你当哥哥的 你给弟弟妹妹做什么榜样啊 哎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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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我教你做 哎呀 人家老说呀 人老了 你不知道哪天 就想小时候那口 哎呀 到那时候可是 啊 没人会做了 你就给他 炒一小盘 嗯 回头我教你做 嗯 妈你放心 好学 嗯 你跟我说我就照你说的去做 哎 哎 哎 忙起吧你伯伯陪我了 我在这坐会喝口水 你去忙起 哎 要不然妈我我给你 导演 不用我在这坐着 我听着你在干活 行 好 你亮亮再喝点烫 啊 你看你 我干我的 好 哎 好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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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不冷的上个办公室坐去吧 算了算了 咱就跟这儿聊会儿吧 就这儿啊 行 那你行不行啊 没事 怎么了 我这心里头啊 有个事啊 老跟着闹腾 我得跟你说说 什么事啊 咱妈呀 一直就跟我说 你可别跟马月分啊 只有马月 才能受得了你这脾气 我压根就没听过 可这回咱妈这一病啊 我真好好想了想 咱妈说的也有点道理